七里山上或船航向世界 不過中國十六號在臺灣北方海域 設置近航區 上午九點到下午三點 一共六小時 原本船隻會經過的航線只能改到 不管是基隆往日本韓國 甚至是上海到臺灣的路線 都會受到波及 航線繞道勢必有所延誤 你說前期 前期會出現塞港 因為你船隻都卡在裡面 延誤的是後面的一整段的海運生營煉 並不是說他一開始那六小時的影響 他延後的是接下來就是兩天三天 甚至高達五天一個禮拜的事情 對海運營來說 不是天天有船班 大多整批單一進貨 儘管貨物有延誤但影響小 而對曝光業者而言 貨物品項比較雜 並且分散在各個航班 接近後船隻同時靠岸卸貨 可能會塞爆 工作人員將貨物搬到輸送袋上 每個品項都得一一分檢 進行區對八里分關的影響 恐怕會比平常多三到四成的貨量 海運快遞 今年一天平均四萬三千七百九十八件 貨物抵開後必須在上午九點到下午五點間 過X光通關 換算下來一個小時至少有五千四百多件 如果進行區管制六小時 全台恐怕會延誤三萬兩千八百多件快遞 我好喜歡 不管你是淘寶蝦皮還是鎮韓貨 只要是從中國上海香港或是韓國做船來的包裹 下單之後別催了 只能先耐心等待 華爾新文章局李鴻姐 台北報導 我是林一文 想要關注體育的朋友們 記得收看五二動起來 然後還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趕快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